是 我回来喽 回来了 玩开心吧 开心啊 玩开心就好 妈明天要出院了 妈 你要是暂时不想见她的话 明天我跟丁姐姐接着就可以了 还有公司那边 你要是想休息的话 你随时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需要休息啊 不用 小陈 你没必要这样硬撑着 我没有才硬撑啊 我是真的不需要休息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工作 你看我因为结婚 因为孩子 我耽误太多时间了 我知道你在逃避什么 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的 明天你就别去公司了 这是命令 好 可以吗 我忍赔 睡着觉 也想变得vaccino 这是特别人的 方姐 吃饭喽 方姐 方姐 程太太其实挺可怜的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血浓于水呀 老婆 您上楼去看看她呗 你们是亲生母女 我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呀 如果我当初 我坚持不让她来上海 就不会有这事 她也不会认识什么好 现在造势的司机也没找上 晓晓的孩子也没了 我真是做了什么事啊 孩子没了也好 你是沈家的孩子 没了干净 没了沈心 可是我明明恨的是沈家呀 我怎么就这样杀了个自己的女儿呢 方姐 方姐 别闹 好 我 我不知道我这都是嘎子先生 方姐 你 你听到了什么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 你自己试一下 你可以试着把眼睛闭上 用心去感受 我不行 最近太忙了 发生了好多事情 你精神压力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更加地严重 陆医生 麻烦你 再给我多开点安眠药 我说过了 这治标不治版 只会让你更加焦虑 那我该怎么办 其实有段时间你已经好转了 为什么现在又恶化了 好 好 好 凤姐 饭菜和药都在桌上了 你一会儿记得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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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先生 丁姐 怎么打电姐 是不是有什么事跟我说 呃 诚先生 我是觉得 我觉得方姐最近状态不太好 基本上都不怎么吃饭 更别说要了 要不然 您跟程太太说一声 让她下楼去看看呗 辛苦你了 跟姐 没事 下班吧 小晨 我刚才电梯间碰见丁姐了 还有一个 这什么 这什么意思 我们本来也是因为 孩子才假结婚的 现在孩子没了 我也不能一直拖累你啊 你的生活本来好好的 结果因为我的出现 变得万一万一了 所以我们离婚吧 你爸妈那边 我就没脸去说了 就当我给你留下的 最后一个麻烦好吗 我已经在上面签完字了 只要你签了字就剩下了 我没打算离婚 这场戏该结束了 这场戏该结束了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你为什么要去为你 再拖累我 如果直到今天 你还认为我为你做的一切 都是在配合你演戏的吗 那你就错了 你还记得我在湖边 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之前受到了一次 很大的心理创伤 我已经觉得我的人生 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也看过心理医生 我也一度靠工作地麻痹自己 但在我遇到你之后 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所以 你对我一直是处自于同情 就像你当年对心理那样吗 所以 你对我一直是处自于同情 你对我一直是处自于同情 当然不是啊 你给了我家的感觉 可我并不是 你真正的妻子啊 我觉得是不是真正的妻子 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段婚姻里面 我感受到了家的感觉 你跟你妈都给了我 这样的感觉 东西 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是 我无法尽到妻子该尽的义务啊 我无法尽到妻子该尽的义务啊 没关系 一切决定全都在于你 如果你还要离婚的话 我会认诚考虑 但现在你妈状态不是很稳定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悔 我希望你得考虑一下 我会先想认语 你会怎么办 你会帮我 开关系 就能不能 百步 我还不想 你呢 如果小学家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吧 你怎么不叫醒我 我叫了你两声 看你没动静我就不敢再叫了 看你有起床气 我一会儿下去看看我妈 那我陪你一块去 程先生 程先生 程太太 我刚才下楼去叫方姐吃早饭 结果她把自己反锁在门里 我怎么叫她都不答应 不会出事吧 我下去看看我下去看看 妈 妈 妈 你开门呀 妈 妈 妈 你开门呀 妈 妈 你开门呀 妈 你开门呀 妈 妈 妈 你开门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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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恨你呀 妈 小晨她很爱你的 她只是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你坐下 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对我们 我们这一家三口 做了什么孽人呀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你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但是你得答应我 你也得好好的 行不行 我知道你担心我 也别让我太担心你呀 会好起来的 妈 妈 这我早上刚饱了混沌 有点烫 去拿三个碗去 来 还有一碗 来 哎呀 我说真的 我会想不上帮我 我没想到你 你会知道 我还没有怎么做 会儿子 你会儿子 我会儿子 你会儿子 你会儿子 我会儿子 我会儿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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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不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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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感谢观看 可以加个微信吗 当然了 看来又有新的故事要发生了 这都可以 慢慢喝 你最近怎么样 我 我也在解决我的伤口呗 那是有 新的进展了 上钩了 还能让他跑啊 您好 我想找一下赵雨欢 赵总监已经一周都没有来了 谢谢啊 没事 女神 未来三到五年内 最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呢 三到五年 我赵雨欢 不止未来三到五年 我一辈子都要做一个职业赛车手 我要给那些不懂赛车 瞧不起赛车的人看一看 只要喜欢 就要喜欢一辈子 我赵雨欢做 就要做到最后 我一直以为你做事情只是三分钟的弱度 没想到你早就有坚持一辈子的事情 赵雨欢 赵雨欢 就要玩不赚 人雨欢交流有钱 投资了俱乐部 人想怎么玩又怎么玩你管得着吗 雨神 我看是摔什么吧 垃圾俱乐部的平均分都不够丢人的 又非 那上次你击人参加比赛干什么 我就是故意想看他在赛道上出丑 你看得很好吗 你看得很好吗 你想看吗 想看 我还想和你比 对你的谁啊 你谁能拎 不错 小嫂子 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就跟她比 我管她是谁啊 你要不敢和我比 那才是真的丢人 我怕吓到你 我会心疼的 我就是让你疼啊 好啊 跟你玩一把 你没什么规矩 没规矩 但我要是赢了 你就跟我吧 我 我 我 你这个就好 你ows我 你这么快 得到你 快点 要快点 你开架 要快点 说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姑娘疯了吧 你还是忍不住命呢 你瘋了 你说的没规矩 你能拿我怎么办 愿赌服输 我要你给赵雨桓道歉 轻声细语 低声下气 怎么 输不起啊 疼呗 我看着都心疼 告诉赵雨桓 她的车是我装坏的 让她来找我 赵雨桓 我这车谁干的啊 可来了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问你谁干的呢 我听我给你解释 不知道我车是我老婆吗 我知道 我知道 谁敢那么张雨桓老婆 你告诉我 你老婆 陪我去换吧 你老婆 我告诉你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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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婆把你老婆装成链 你不说什么呢 好啊 跟你玩一把 我们赛车什么规矩 没规矩 但我要是赢了 你去跟我吧 疼吧 我看着都心疼 所以说吧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这都是你跟你老婆之间的事 叔叔 我还有一个视频 想给您看一下 叔叔 我还有一个视频 这是环了吗 开这么快 酷 好 我要给那些不懂赛车 瞧不起赛车的人看一看 只要喜欢 只要喜欢一辈子 我照一换做 就要做到最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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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儿子 您儿子 我的傻儿子呀 喂 怎么是你啊 魏同学手机在我手里呢 你打他电话 为什么我不能接 你们在哪儿呢 在公司 怎么了 我告诉你赵副军 你别碰他 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听见没有 他叫我全名 咱别跟他计较了 咱别跟他计较了 叔叔 赵雨环并不是一个 没有理想没有长性的人 他只是没有办法 把您的理想 变成他的理想 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如果他喜欢一件事情 只喜欢两三年 您可以当他是万无丧志 但是赛车这件事情 他已经整整喜欢了八年 难道您真的是希望 他只是为了不辜负您的期望 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变成您想让他变成的人了 我承认错误 我曾经也误解过他 但是 但是当我知道他不是贪玩 不是迷茫的时候 我选择以后 无条件地支持他 完成自己的梦想 叔叔 赵雨环为了您和我 一直在努力改变 我们真的爱他的话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 为他改变一下呢 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赵总监 赵总监 赵副军 赵总监 我告诉你啊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要问头分手的 咱们俩不是已经分手了 上次那点都算吵架 不能算分手 说得还挺情真意切的 我问你 现在让你在赛车 跟魏同学之间选择一下 只能选择一个 你选谁 无论是赛车还是魏同 都是我要坚持做一辈子的事 我告诉你啊 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步的 既然你说坚持 坚持一辈子 那就做出点成绩来给我看看 我给你三年的时间 第一 赛车给我拿个冠军 第二 把魏同给我娶回家 如果这两样又一样失败了 你就算输 回到公司来上班 跟你耿叔叔的娘成亲 行不行 很脏的 谢谢爸爸 爸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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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这么大了抱什么抱 别总抱一会儿抱一会儿 爱什么爱 可爱了 我也爱你 我的儿子 臭小子 你的胃痛可走了啊 阿米儿 冲啊 还有 好 好 淋山脚下住着我心爱的姑娘 看我和他分别好 胃痛 你找我啊 你不走了 我去买棒棒糖了 过来 咱俩一码归一码 之前算不算是你骗我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 你到底那句话是真的 你对不起 我说我要多别忘了 你管我 我购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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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得很开玩 我购买你 你罢我购买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哼 真是吗 还有呢 还有 我故意暗示ZT给你看我赛车的视频 我知道你今天会去俱乐部 所以我来找你爸 还有吗 没有了 真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